今天新北市的新增確診個案 這裡面有士林區14個 心電區2個 細子區1個 在擴大的匡列接觸者 有295人 那居家隔離141人 到好市多的這個部分呢 那我們已經在 在他去的那一段時間 有發出了2063個簡訊 加聯益電子廠指標的個案 在2月8號有咳嗽的狀況以後 我們立即採檢 馬上擴大匡列 馬上疫調 因為它是一個外籍移工 同棟的整棟宿舍 我們每一個立即要求 除了宿舍的員工 要採檢以外 也擴及他前提的員工 都要連列 馬上立即採檢 那從昨天確診以後 我們今天在昨天晚上 連列做了1762人的採檢 1762人的採檢裡面 我們確診的陽性數已經有14個 再加上連有的一個是15個 這15個的確診個案 這裡面有14個是外籍移工 有一個是桃園的勞工朋友 有關於這個移工的他在過年的這段時間 他會有一些足跡 會到某些賣場 到好士多的這個部分 我們已經在他去的那一段時間 有發出了2063個簡訊 新店一個一對兄妹 確診的個案 在這裡特別在這個機會 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兩位兄妹在春節期間很早 就到高雄他的親屬家屬 居住 然後開始陪同從南部旅遊 往北部走 所以在南部有接觸室 也有旅遊室 細子這個個案 雖然已經打了兩個疫苗 然後 在5月9號 到醫院去做採檢 他是一個手藥店的一個員工 那目前我們已經 即將匡列12個人 那即將匡列12個人 現在目前在疫調 可以進行隔離 採檢中